我们这一锅就是一头牛 我们只选取牛身上精华的部分 牛三鲜的发源地 就在我们湖北荆州的公安县 湖北公安地标美食 牛三鲜 八口大锅 同时制作 八个人同时在切牛肚 大姐 你们一天要切多少牛肚呀 一个人120斤 八个人的话要切1000斤 后边在切牛肚 这边切的全是新鲜牛肚 我们逆的酱 两种酱料 一个干辣椒 一个白色 一个是白酒 一盏加桂皮 葱姜 葱姜 逆的酱料 再来一碗 两种酱 干辣椒 现在开始吃下牛肉 这个是我们江汉平原的水牛 我们以前这边种地的话都是用水牛在耕地 所以说水牛的话它的肉更紧实一些 我们这一锅就是一头牛 我们只选取牛身上精华的部分 一头牛 只选40斤的牛肉 20斤牛肚 20斤牛蹄筋 我们一天的话就是6000斤 差不多就是七八十锅 算下来呀都有七八十头牛了 有一句笑话讲说从来都没有一头牛可以活着走出我们公安县 据说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我们从小吃这个长大的 公安牛三鲜一定要顶着吃 越顶越怒味 越顶越好吃 因为牛身上啊 牛肉 牛肚 牛蹄筋 就是它最好吃的部分 把这三样煮在一起 它就越煮越鲜 所以就叫做牛三鲜 发现 老子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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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